然后佛后面这一句话严重了 我忠不忌 佛说了 我不跟这个人受忌 此人当有得泄脱时 就是佛以智慧观察 这个人在短时间内不会泄脱 什么缘故呢 因为他障碍别人泄脱的因缘 所以在短时间内 这个短时间是以佛眼观察 佛就是说他什么时候会解脱呢 佛说先不考虑这个人解脱的问题了 就是这个意思 忠不忌 此人有泄脱时 在佛陀的预言受忌 在佛陀教会中 这个人暂时不管他了 等于说暂停了 他得度的因缘暂时告一段落 因为他障碍别人得度因缘 所以是和 皆有毁出家过 原因就是障碍出家的缘故 可能有些同学 有一点担心害怕了 以前有没有障碍过人出家了 要障碍过怎么办呢 假如有 赶紧忏悔 以前我们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以后不再障碍了 反过来 看到有人要出家 鼓励他 有人说那我想明白了 那个人以前想出家的 结果被我一劝 他不出家了 我明天打电话给他 叫他再出家吧 如果有这个能力 也可以尝试一下 当然也不要这么执着 可能他过去很想出家 结果你给他泼一盆冷水 他彻底心灰意冷 永远不出家了 现在你再劝他 他可能会误会 就是以后我们遇到 有出家的缘 鼓励 不要障碍 但是有时候 有些朋友 还会有困惑 所以某某人 我觉得 他出家 可能不适合 那该怎么办 这里面呢 我们只按照佛陀的教会 去客观分析一下 假如这个人 他不具备出家的缘 就是按照佛的要求 他不具备 不再吃力 譬如说 这个人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按照佛的要求 他不符合出家标准 譬如 比较明显的 这个人身心不够健康 身体不够健康呢 譬如是残疾 残障人士 不能出家 想都不要想 这个不再吃力 你不要看到一个 一个残障人士 鼓励他出家 这不对了 这个要说清楚的 残障人士 不能出家 但是我们也有看到 好像有个出家 师父有哪里 怎样怎样 那可能是出家之后的事情 不要误会 如果他出家的时候 是这样 师父是不能收他 如果心理上有障碍 譬如精神不够正常 或者有其他不好的病症 了解到之后 也不能鼓励他出家 这是按照佛的标准 还有很多 就是按照佛的要求 不适合出家的 不要鼓励 正常情况下 这个人 这个人他有出离心 他很想走进佛门 过出家生活 但是他还在犹豫 那么他咨询我们的意见 遇到这种情况 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啊 上天堂和下地狱的机会 同时到来 看一看 是我们想去天堂旅游 还是想到地狱冒险 就在这一年之间 如果发心纯正 他现在还在犹豫 问到我们 那我们就鼓励他 然后帮他经营出家的姻缘 就好了 如果通过了解 发现 他有我们前面举的这些例子 不适合出家 那么我们就婉转地劝他 你这个情况啊 可能不适合出家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可以去找出家的师傅 询问一下 看看僧团的意见 这样就好 这样呢 我们在里面就没有过失 那如果是自己家里人 这个要命了 自己家里什么人呢 做父母的 自己最疼爱的那个孩子 还有一天跟你说 妈妈 我要出家 可能你还在做梦 希望这个孩子将来 会怎样怎样优秀 怎样继承自己的家业 怎样到晚年孝顺自己 怎样给自己送往生 结果他说 我先出家了 自己 这个时候会有些为难 就是很多学佛的父母 也不一定会下得了这个决心 假设一下 这几个孩子中 有想出家的 作为做父母的同学 肯放啊 没人敢表态 有人说 我要考虑考虑 如果这个孩子 没什么前途 就让他出家吧 如果这个孩子很优秀 将来可能会赚大钱 还是先不要出家 钱赚来了再出家 在观念上就不一样 你看我们这汉传学佛人 都这样想 僧团能壮大吗 在藏传佛教 在藏地 他们有个奉俗 赵明家的孩子 习惯上 都鼓励出家 父母亲鼓励孩子出家 鼓励哪个出家呢 鼓励那个优秀的孩子出家 那个不怎么优秀的 不鼓励他出家 假如有两个孩子 一个比较优秀 父母亲就鼓励 这个优秀的孩子去出家 所以你这么优秀 要到佛门中去做贡献 在赵明 他们认为 这是做父母的一种荣耀 自己家里有个孩子 到佛门中去做贡献 父母亲觉得 他已经报了父母恩了 以后我们的生活 他不用管 走出去 父母亲感觉到很光荣 所以 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精英分子会越来越多 哪像我们啊 选那个差不多要报废的 送到佛门 那我们的队伍只能 素质越来越差 好不容易有一个精英 想要出家 一大群人都回过来 矛头对准他 五百年想不起来的理由 都会翻出来 教他不要出家 你说怎么可能会兴旺吗 所以生团素质 每方愈下 不能怪别人 首先我们这些学佛人 要做个反思 我们希望佛门有优秀的人才出现 自己家里面有优秀的子弟 愿意放他出家吗 鼓励他出家 自己肯吗 这就是我们真正 所为佛门做共建 互发 这些都是很实在的事情 所以说到这些地方 很多人不讲话了 考虑考虑再说 考虑考虑不说了 这个是比较严肃的问题 说老实话 还是对这个事情 没有认识透彻 还有人会说 假如我们到处都鼓励 最后出家人 满世界都是多了 那该怎么办呢 那就太好了 那就不用担心了 这个事情不存在假设 现在还没有这个现象 如果出家团队越来越壮大 就是出家人越来越多 有人担心这里面会良有不起 所谓龙蛇混杂 那会不会产生强大的副作用 这个不用担心 我们有些过滤了 想得太复杂了 大家都在家 也没有发现 在家人出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会担心出家人多了 会出问题 就是出家团队中 有个别 甚至有一部分 出现问题 问题也不大 我们不用太过担心 什么缘故呢 因为这里面有众生 各自的姻缘 当年 太宗皇帝 李世民 他就看到 天下出家人 越来越多了 唐朝是佛教的黄金时代 天下丛林 遍地都是 各宗各派 高升辈出 我们现在大成 八个宗派 一大半 都是唐朝建立的 唐朝成熟的 唐朝的生团 从数量上 到质量上 应该说 也都是空前的 到今天 还没有能够 跟那个时代相比 也可以说是绝后的 所以我们现在 很多佛门的大德 都在提倡 希望恢复圣唐时期 佛教兴旺的 这个现状 但是当时 唐太宗认为 出家人太多了 而且有很多出家人 并不怎么优秀 等于在佛门混日子 于是 他有一天 灵机一动 想了个办法 就找玄壮大师 交流一下 说大师啊 我呢 有个想法 想把全天下的出家人 都考试一下 像大师这样优秀 有这样学士 有这样道德修行的 出家人 保留下来 继续为佛教做贡献 教化众生 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准 让他们 哪里来 回到哪里去 通通还俗 我们今天看来 可能也会想 这个意见不错啊 所谓国家领导人 亲自来治理生团 而且 定出这么严格的标准 应该是不错的一套 圣旨啊 这很好 很好的建议啊 可是 玄壮大师 马上 就提出不同意见 大师马上就建议 说陛下 这可万万使不得 为什么使不得呢 大师 举出一系列例子 分析 这里面的原因 大师说 尼龙 尼龙 虽不能治愈 尼龙是什么龙啊 龙王庙里面 树的那个龙王像 尼树的 在过去民间 中国民间 现在有些地方还有 干旱的时候要求雨 求雨到哪里去求啊 龙王庙啊 龙王庙里面 那个龙王 尼树的 他会下雨吗 他不愿意下雨 下雨之后 他先糟糕啊 他先遭殃 因为尼树的嘛 但是 你要想求雨 必须在这个 尼树的龙王像面前 表达诚意 你见不到真龙啊 真龙在哪里 不知道在哪里 必须通过尼龙 表达诚意 才能感动 天上的真龙 如果你要欺负 那个尼龙 真龙恐怕 不会高兴跟你下雨 所以大师就说了 尼龙 虽不能治愈 但是降雨 必须通过尼龙 然后又说 黄金 大家都很喜爱 但黄金 不是整块整块 挖出来的 黄金是怎么出来 提炼出来 也炼出来的 在沙堆里面 逃出来的 中国长江 有一段叫金沙江 金沙江 据说那里面的沙子 含金量特别高 所以叫金沙江 过去的金子 有一部分 是从沙子里面 逃出来的 整堆的沙子 黄金在哪里 黄金就在沙子里面 你把沙子都拿掉了 黄金就没了 然后大师就说了 现在这些凡夫生 他们可能没什么修行 他们也不能像我这样优秀 但是像我这样 有今天成就的修行人 最初跟他们也一样 我也是这样逃出来的 同一类的 有成就的修行人 也是这样一步一步 修出来的 如果陛下 让现在的这些凡夫生 都还俗 不要再修行了 以后将再无圣贤出现 现在看到的这些凡夫生 有谁能知道 二三十年之后 他不是一代高僧 他不是某个宗派的代表人物 你说我看他没修行吗 有谁能知道 他一念之间觉悟 他可以转翻成神 这样的例子 比比皆是 玄壮大师这么一分析 太宗皇帝一下知道 哎呀 自己失策了 自己观察得太片面了 于是马上改口 说朕从今天开始 见小沙米 如同见佛 改变对僧团的看法 幸亏有大师 这一番意见 否则 恐怕 以后的很多祖师 都没出家机会了 为什么呢 据我们了解 很多后来成为祖师的这些大德 最初的时候 自都不认识 像六祖能大师 要按照严格的考核制度 出家 严格的考核 这些人肯定就被淘汰掉 所以很多社会大众认为的 按照世俗的标准去衡量生团 其实未必完全正确 生团 佛陀自然有一套接引的程序 也自然有一套管理的办法 纵然在末法时期 生团也跟各行各业一样 每况愈下了 但这并不能否定它的价值 有很多人在非议生团 在说出家人不修行 不怎样的时候 忽略了 我们常常会听到某个人说 哪个地方的出家人怎样怎样 不怎样怎样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一类的朋友 我有一天听到 我觉得讲太过分 我就反过来问他 我说这样吧 你先不要说那个人了 像他那样 修行不怎么用功的人 那个样子 你愿不愿意去出家 做几天和尚 跟他一样 你先不要说 你愿不愿意出家 做几天 那个不怎么修行的和尚 愿意吗 你肯吗 你能放得下吗 我这么一问 他哑口无言 说不出话来了 为什么呢 他到现在为止 他都不敢出家 我就说了 你连出家都不敢 你有什么资格 说敢出家的人 也没资格 这就是佛在经上说的 这一念发心出家的功德 无量无边不可思议 众人有无量的白衣 没有办法 跟这一念出家旗相比 这是很多人 在非议生团的时候 忽略的地方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修行人 他修得不怎么好 那么好 你也去做几天 像他那样 不怎么好的修行人 愿意吗 你肯放下自己的家亲眷属吗 不肯啊 要从这个地方 换个角度去思考 我们才知道 佛为什么这么赞叹 生团出家的功德 因为这一念心 极不容易 不幸的话 大家可以随意找一个人 问问他 试试看 也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都学佛这么多年了 敢吗 愿意吗 这叫舍身处地 去习号 有一个人 肯这样 敢这样 愿意这样 佛都赞叹不已 我们有什么资格 有什么理由 去否定他 去排斥他 这是佛之所以这样 反复讲 正反 两方面 果报的 真正愿意 障碍 出家 姻缘 肯定有 无量过失 就是有一个人 他有正当的 出家理由 结果 旁边人 障碍他 有无量过失 佛之所以这样说 就是希望大家能慎重地看待 出家这一桩事情 那假如是我们自己 选择出家了 当事人 我是当事人 出家了 出家之后 我觉得生团日子不适合我 我回去了 还属了 或者我们身边 看到有这样的人 某个人 他出家了 过一段时间 他还属了 我们不要笑话他 这一点很关键 在汉传佛教 这个习惯 至今 好像还没有改过来 看到某人出家了 就认为 他必须一辈子出家 打死都不能回来 结果 他不小心还属了 于是大家 从此就瞧不起他 害的以后 没人再敢出家 连尝试都不敢 这个风险 需要去改变 在南传 他们短期出家 出家还属 还属出家 他们看得很平常 一个男子 出家几年之后 回去工作 没有人瞧不起他 反而周围的人 会尊重他 认为他在生团 受过道德教育 他就是回到各行各业 他同样具备 修行人的品质 这是从正面去看待 但是汉传佛教 在这一方面 确确实实 这个氛围不怎么好 所以害的汉传佛教 出家人越来越少 于是让很多人 想尝试的心 都不敢 所以我们今天 就是办这样的 短期出家活动 实际上 就是为这个目的 就是希望 大家做一个了解 不要顾虑 不要害怕 你回去了过几天 别人会说 你不出家了吗 怎么又还属了 也不用在意 慢慢地 让大家认识到 这很平常 用每一个国家 宗教信仰的标准来看 公民信仰自由 按照佛法的标准 佛也没有严格规定 你必须要这样 佛都还亲自告诉弟子 有几次反复的机会 这说明的是什么呢 说明学习 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很少有人一次 就能够达到圆满觉悟 要反复 就像我们打佛七一样 一个佛七 就一心不乱吗 不大可能吧 我们都打了十个 甚至这一百个七打下来 都不一定会一心不乱 但是这并不影响 我们继续打佛七 还是照样打 越打可能越乱 也没关系 这个七还是照打 为什么呢 只有这样不断地打 才有可能 把一部分烦恼打走 如果不打 烦恼就永远留下来 如果连这个样式都没有 那就不能影响 这个时代的有缘人了 所以我们要从 更广泛的层面 去分析这个真相 这些都是以佛陀的教诲 为依据 佛陀再三说明 障碍出家 有如是过失 假如我们在生活中 有遇到这样的缘 以后就知道 应该怎样去看待了 有人说了 印光大师讲 不要随便劝人出家 这也是有原因的 这些地方我们不能极端地去理解 印光大师处的年代 是属于战乱年代 二十大战时候 兵荒马乱 这个时候 其实有很多提倡 都是因地制宜的 譬如印竹提倡 不要建大道场 聂福堂不要大 最好不要超过二十个人 但是我看现在 任何一个静中学会 都不止二十 时代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那么印竹还特别 在聂福堂里面说明 聂福堂不要讲经 印竹文抄里面是有原话的 聂福堂不要公开讲经 顶多讲几句开始 但我们老和尚说了 现在聂福堂要讲经 因为时代不同 那个时候聂福人还比较老实 这个时候聂福人不怎么老实 所以要不断地劝 不断地听经文法 这就是时节因缘不同 这些都是因地制宜的 一些教诲 而佛陀所说的教诲 那绝对是总原则 那是永恒的 所以我们要斟酌 也就是说在理解的时候 不要过于极端化 从原则上讲 佛陀是鼓励 肯定出家功德的殊胜 而且再三说明 障碍出家有什么样的过失 这一段总说 接下来举出一系列历史 大家继续看经文 所以这何皆由毁出家故 或成就无边功德 以破如是善因缘故 受无量罪 由账出家故 我们一段一段来解释 这样比较容易明了 或成就无边功德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本来他可以借助这个因缘 成就无边功德 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有一个人他想出家 但是他犹豫不决 他问我们意见 我们本来可以借这个机会 修无量功德 结果没有把握好 变成破如是善因缘 破如是善因缘 就障碍了别人出家 于是受无量罪 由账出家故 这是正反两方面的说法 从正面可以成就无量功德 结果这个人却从反面 去破坏出家因缘 所以受无量罪 这是诈出家故 继续看经文 于此清静智慧静忠 为于泄脱诸善法故 若见出家修持境界 去泄脱处 破坏出家 为作流难 以示因缘故 生变长忙 不见涅槃 由悔出家故 还是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述 于此清静智慧静忠 这个缘是成就智慧的缘 就是出家最终会解脱 这就好比 他走进了一个非常光明的大道 他即将走向光明 智慧静忠 智慧静就是他最终会开显佛性 开显本有智慧 照见宇宙人生真相 而我们如果成就这个因缘 成就别人这个因缘 同样能够泄脱诸善法 成就无量善法功德 若见出家修持境界 去泄脱处 这里面因果是相应的 为什么会成就这样的果报呢 因为出家最终的成就 实际 修定 获得泄脱 所以选择出家 或者劝人出家 都会成就类似的果报 那么反过来 破他出家 为作流难 破坏别人出家因缘 流难 流就是把他留下来 难为他 不让他出家 以示因缘故 生变长忙 不见涅槃 有毁出家故 因为把别人的光明前途 给障碍了 所以生生世世 敢得 生下来 眼睛看不到东西 不见涅槃 更重要的是 他见不到涅槃的果报 也就是说 他没有出力的指望 有毁出家故 这都是因为 毁坏别人出家因缘的缘故 所造成的 继续看经文 常观吃等十二因缘 应得泄脱 以毁破他 智慧眼故 破出家缘 父慧眼故 重生至生 长忙无目 不见三界 缘障出家故 这是更详细的分析 出家是要求觉悟 求觉悟有很多方法 这里说出一个方法 常观吃等十二因缘 就是像辟之佛的修行 观察十二因缘的变化 他觉悟了 十二因缘 是以无名于诗为开始 无名缘行 行缘诗 诗缘明色 明色缘六入 六入缘处 处缘寿 寿缘爱 爱缘曲 曲缘有 有缘生 生缘老死 悠悲苦恼 然后再循环 无名缘形 绕一圈 像车轮一样 我们从头说起 彻底说的吃 就是源头 就是六道众生 为什么会轮转呢 它的源头在哪里 源头就是 愚痴无名 无名是不明了 宇宙人生真相 这就是愚痴啊 那么要想 了生死初轮回 要斩断愚痴无名 这愚痴无名 不容易斩断 而且我们听到这些概念 甚至都觉得 有些含糊笼统 听不明白 到底什么是愚痴 真的 我们常常听 经常讲愚痴 什么叫愚痴 让我们说一说 还真说不出个所以然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愚痴 我们还在轮回中 我们还是用愚痴无名 在造轮回意 十二因缘中 有三个关键的环节 就像这个锁链一样 有三个关键的地方 能把它斩断 这个链就开了 这三个地方 叫爱取有 三个字 爱 爱是什么呢 爱就是贪爱 贪欲 执着 控制占有的欲望 比如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从小到大 眼睛一睁开 从这个时候算起 我们就开始 爱 这个爱就是欲望 小时候 小时候 有小时候喜欢 喜欢吗 就想办法 取 取是什么呢 获取 小时候喜欢的玩具 想尽办法要去获取 哭闹 想办法 总是要获取 慢慢长大 获取的对象 不一样了 到现在 获取的对象 又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欲望 一直在这样 不断的去膨胀 爱取最后 最终获得了 叫有 我得到了 变成我的了 这个财产是我的 这个眷属是我的 这个地位是我的 名分是我的 这叫有 有什么呢 有六道轮回 这些有了之后 我们的轮回 再一次开始 这就是轮回当中 三个关键的锁链 爱取有 这二因缘中 处于关键的环节 那我们今天的修学 觉悟就从这三个地方 试着去斩断 或者把爱斩断 这个爱就是贪爱 爱欲 控制占有的欲望 这个如果不能斩断 那就在获取上去斩断 不要再膨胀 内心的欲望 如果这个也不能控制 在有上 有是什么 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 从这个地方去斩断 这是我们今天 说的比较多的 就是放下 放下我们拥有的一切 放下我们拥有的 所有的分别执着和妄强 从这个地方 试着把锁链斩断 真的斩断了 那就是彻底觉悟 这叫常观 持等十二因缘 应得泄脱 能够这样观察 观察相应 就得泄脱了 辟之佛 就是观察十二因缘 正果的 就这么简单 这是说出家 出家 修行有很多方法 这是其中一种原则性的 以悔破他 智慧掩故 破出家远 赴慧掩故 重生至生 长忙无目 不见三界 元葬出家故 就是原本这个人出家 他有可能了悟十二因缘 得泄脱自在 结果这一障碍他 等于把他 观十二因缘的 修行机会 障碍了 因为障碍 别人 觉悟十二因缘 所以自己 生生世世 不得觉悟 这就是障碍 别人觉悟的缘故 自己的慧眼不开 重生至生 长忙无目 看不到三界 看不到真相 元葬出家故 这是一个例子 接下来更进一步 请看经文 出家 应见五因 二时我见 人去正道 或出家因 坏正见故 所生长忙 不见正道 好 这是一段 出家 就是这个人出家 他有可能是这样修行 有这样的成就 应见五因 五因 色受想行识 我们说的很多 就是这个人出家 他认真修行 照见五运皆空 他觉悟了 二时我见 这是个名词 我见 执着 是我的观念 这个观念 如果要细说 有很多种类 比如讲五因 五因其实就是我见 色受想行识 我们认为五因是我吗 可是八大人 诀经告诉我们 五因无我 觉悟的人 怎么看 但是凡夫 却认为 五因 就是我 这个身体 就是我 受想行识 就是我 除了这个之外 哪个是我 你还说不是我 我在哪里 凡夫 不认为 五因无我 那么修行人呢 遵从佛的教诲 会去观察 五因无我 五因展开来 五条啊 每一条展开 都有四句 都有四种内涵 四五相乘 就是二十 所以叫二十我见 就是这一种 对我的执着 有二十大类的 错乎见解 一个修行人 他通过智慧观察 慢慢的 对这些都看透了 人去正道 出家 他走的是正道 至少在人间 修行的过程中 他走的是正道 将来 他还有可能 成就 出离之道 现在 破出家音 会正建固 所生长忙 这是一条一条分析 为什么障碍人出家 会感到 剁恶道的果报 会感到生生世世 生忙无目的果报 这一条一条分析出来 有这么多种情况 就是你障碍的这个人 他可能出家 会有那一种成就 或者他可能会有这一种成就 总而言之 他不会白出家 或者他出家 可能一无所成 你说了 他出家 什么可能都不能成 于是把他障碍了 结果 因为他没出城 无限的可能 都变成 有可能实现 你说的不可能 他也有可能实现 为什么呢 你没给他机会嘛 你给他机会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呢 现在 你把这个机会 给他断掉了 所以 要承担 这个责任 这就是说 为什么 会感到 生忙无目 因为他障碍了 别人觉悟的因缘 不见正道 这是总结 说明 出家 会有这一系列的 可能的成就 所以 障碍别人出家 就等于成就了 一系列可能的 负面的过报 继续看经文 出家 应见一切法 具 善法住处 应观诸佛 清静法身 以破出家 善因缘故 所生长忙 不能见佛法身 以因出家 应聚沙门形茂 急于持戒 清静福田 众佛道因 获出家 以善法中 断一切忘 有事最远 生生长忙 有毁出家 故 好 先看到这里 这一段 说的境界 更高了 我们从前面看下来 实际上 举的这些例子 它有顺序 境界逐渐提高 我们用通俗的说法 就是这个人 他如果出家了 第一 他有可能生天 结果你出家 有人障碍他 不让他出家 他生不成天了 他生不成天 他就要把你拉下去 这是一种可能 然后再往下面分析 第二种可能 他出家呢 可能会证阿罗汉国 结果又障碍他出家 于是他不能证阿罗汉国 至少这一种可能没有了吧 再往下面呢 他有可能证辟知佛国 此地又说了 他有可能成佛 就是一个人出家 他有无限的可能 就是在修行的团队中 人的潜能潜力 随时可能会被激发 这些都是不可思议因缘 所以有人来障碍他 等于障碍了无限的可能 所以才会有这么严重的国报啊 此地说的是成佛的可能 出家应见一切法具 善法受处 一切法具 成就圆满佛法 无量善法 这就是出家人安住之处 应观诸佛 清净法身 就是出家他有可能见佛身 见佛法身就是成佛 正法身啊 就是这个人出家 他最终有可能成佛 但现在 一破出家善因缘故 硕生长毛 因为障碍他出家 不能让他成佛的缘故 所以自己 见不到佛的法身 这就是前面说的国报 为什么所生长毛 多恶道 而且最终也不见佛 因为他障碍这个修行人 可能成佛的因缘 以迎出家 应据沙门形貌 一个人出家 他会有一个出家的像 沙门像 就是出家的形象 基于持戒 清净福田 他有这一种 给众生种福田的形象 出家的像 就是福田啊 所以诸位这几天 就是福田像啊 穿的衣叫福田衣 众生见到 就种下福报 虽然没什么修行 但并不妨碍众生种福田 所以这个事情很微妙 就是一个出家人 他虽然没修行 但是那些人 看到他 都会种下福田 所以他这个形象 功德很大 因为这个人 破坏出家 让他形象 改变了 不能现出家像 所以在善法中 断一切望 在善法中 一切众生 想要种福田的指望 没有了 一切希望都断灭了 本来 这个时代有出家人 这个地区有出家人 大家看到 可以赔点福 可以发个善愿 在生团中 种福田 可以成就一切善愿 现在一切愿望都落空了 游是罪远 生生长忙 游会出家 这里面就说 这一切的可能 都因为障碍出家的缘故 变成不可能了 所以这个障碍的人 要承担 这一系列的国报 国报就从这里来的 这是举出一系列的例子 反复说明 障碍人出家 罪过又多么的重 后面还继续再举例说明 这一段经文很长 我们一开始有说过 为什么反复的强调 就是引起我们的重视 让我们认识到 出家这一念心生起来 很不容易 如果有人好不容易 生起这一念心 不要障碍他 因为障碍他之后 他可能不敢再生起这一念心 所以障碍的人 具足无量罪过 原因在此地 好 今天时间到 我们就学到此地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